朋友们好,今天我们分享一篇短篇小说《回家的路好长》,作者江靴。 杨大炮的女人贺二琴是个哑巴,结婚二十多年,杨大炮看老婆是越看越不是滋味,尤其是几年前,她在县城有了固定的活, 又结识了林县一个风骚女人,这以后就更不把贺二琴当人了。 想当初,要不是杨大炮,穷得连睡觉的地儿也没有,才不会去抱个哑巴睡觉呢? 尽管黑的牙根痒,但杨大炮是个聪明人,一是不会火通情人杀了贺二琴, 她知道警察不是省油的灯,而是不会满横地把她扫地出煤。 她怕儿子埋怨和邻居妹戳脊梁骨,怎么办呢? 没想到机会来了。 吹节前,在广东打工的儿子打电话回来, 说让杨大炮带着她妈妈去她那儿过吹节。 儿子两年没有回来了,想一家人聚一聚, 也想让爸爸见见外面的世界。 杨大炮一寻思,就乐乐,心想, 要是假把女人既不是被杀,也不是被赶, 而是自己不小心走失了,那谁能把责任扣到我杨大炮的头上? 于是,杨大炮便答应了儿子,带着贺二琴坐上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广州。 一下火车,杨大炮骗贺二琴,说是去给儿子打个电话, 把贺二琴安排在一家小饭馆里,自己就跑了。 杨大炮兜里揣着儿子的电话,地址, 其实儿子离广州还远着呢,得再坐五六个小时的车才能到。 杨大炮生怕贺二琴追上来,挤人群,穿小巷, 好一会儿才停住脚步,心想, 这回总该彻底甩脱了吧。 他知道贺二琴不识字, 怎么找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而且他又是哑巴,无法向别人说清楚,来龙去脉。 而自己可以向儿子解释,说火车站人多,走丢了, 这理由也说得过去。 这么一想,杨大炮就有些得意了, 也有一丝愧疚。 毕竟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但一想到另一个千娇百媚的风骚女人, 她心里像着老火一样热乎, 哪里还想得到夫妻情费。 觉得差不多了,杨大炮又紧慎地溜回汽车总站, 准备坐车去找儿子。 他站在车站没口,一掏口袋, 对视傻了眼,兜里什么也没有啊。 他一下子急红了脸,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掏个便, 看着口袋外被刀子划开的一道口子, 这才明白所有的钱连同那张纸条全被小偷偷足了。 儿子的电话、地址全在那张纸条上, 杨大炮也没有将他们记在脑子里, 这一下他只觉得天灰地暗, 那颗心一下子像坠落到了万丈深渊。 杨大炮赶紧上那家小饭馆找赫尔勤, 他想到赫尔勤手上还有点钱, 那是他不忍心, 他谁无非为流落他乡才留下的。 现在儿子那里去不成, 杨大炮想用那点钱先回家再说, 可是到了小饭馆却没有看见赫尔勤, 人家说那个哑巴女雷早走了。 一听到这话,杨大炮急火攻心, 身子摇摇晃晃地晕了过去。 回头再说,赫尔勤。 赫尔勤当时坐在小饭馆里, 见丈夫半天没回来, 对事着急了, 他害怕杨大炮走丢了, 也害怕杨大炮遇上了麻烦, 于是就离开小饭馆四处寻找。 一路上他两眼泪汪汪的, 他像陆蕊被拙地打手势, 可没有人明白他的意思, 但有好心人, 看他那副可怜样, 就硬塞给他一块或者是五角的零钱。 赫尔勤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只是满大街地寻找杨大炮。 饿了, 好心人会给他买几个馒头, 渴了, 心善的店老板会送他一瓶矿泉水。 几天下来, 赫尔勤竟把鞋都磨破了。 这天, 赫尔勤坐在路边台阶上休息, 一边捶打着酸痛的双腿。 这时,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走上前去寻味。 老妹儿, 你这是怎么了? 赫尔勤一听着口音, 猛地抬起头, 对视激动地回谁颤抖, 眼泪也忍不住落了下来。 这位大哥非名是自己的同乡啊。 赫尔勤一把拽住他, 哇啦哇啦说了半天, 也不知说了点啥。 突然, 他想起口袋里的车票, 便小心翼翼地掏出来递过去。 这人一看了车票, 知道赫尔勤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可不明白他要到哪里去。 这人一见赫尔勤不识字, 也不会说话, 更加同情了, 于是决定帮他。 他先回家, 拿来老伴的干净衣服, 让赫尔勤换上, 又费了好大的忌, 总算弄明白他想回家的意思。 随即, 就将他送上了回家的火车。 赫尔勤感激地, 给那里鞠了三个宫, 含了眼泪, 回家了。 赫尔勤回家了, 杨大炮可不哭了。 那天, 他晕倒在那家小饭馆里, 可醒来一看, 却发现自己睡在马路边上。 原来那家小饭馆的老板, 嫌他躺在桌上, 妨碍生意, 让伙计把他抬了出去。 杨大炮爬起来, 站在那儿, 看着车柳不息的马路, 不知如何是好。 赫尔勤没有找到, 自己又谁无非为, 想回又回不了, 机场碌碌, 体虚难称。 怎么办? 先得想法子, 填饱肚子。 杨大炮只得放下脸面, 来到一家餐馆没口。 他刚想把逃碗饭的想法说出来, 那个胖老板就横眉竖眼地 把他赶到一旁, 历声喝道。 你一不是七老八十, 二不是缺手断腿, 有什么好可怜? 自个儿好吃懒做, 想让别人养活你, 没门。 杨大炮被骂得无地自容, 只得垂头丧气地离开。 他一连走了进十家馆子, 得到的都是奚落、怒骂, 最后饿得实在没办法, 只好像乞丐一样, 去吃别人吃剩的饭菜。 杨大炮嘴里嚼着, 心里却是苦涩难耐。 到了晚上, 杨大炮就在公园的大树底下, 垂了一夜。 吃睡的胃体好歹解决了, 眼下最要紧的是凑钱回家。 他学别的乞丐的样, 面前摆一个破碗, 坐在那儿静等。 但一天下来, 还是因为手脚齐全的原因, 碗里的硬币夹起来, 不足一块钱。 杨大炮绝望了, 无奈之下, 想到了一个法子, 爬火车。 这一天早上, 杨大炮就睡着铁路往北走, 因为他家在北方。 走了一天, 终于来到一个小站, 当一辆货车进站减速时, 他像猴子一样攀了上去。 虽然趴在火车上风大, 冷得直抖, 但他心里高兴, 因为只要火车再开, 离家就会越来越近。 但很不幸, 两小时后, 列车在一个小站, 给迎面而来的客车让道时, 杨大炮被得发现了, 被抢行赶到了站外。 杨大炮被赶下车后, 心里有点慌,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他走到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 扫光了人家的剩菜剩饭, 然后沿着铁道继续往前走。 他想有机会再爬火车。 杨大炮走到一段山坳的时候, 意外看到前面走过来一伙人, 这时候天色已晚, 这伙人也发现了杨大炮, 他们停下来商量了一阵, 接着一个戴眼镜的人走了过来, 说,兄弟, 落难了是吧? 杨大炮听了这话, 便是一阵心酸, 委屈得只想掉泪, 一个劲点头。 戴眼镜的那人和气地说, 要是你愿意, 我请你去我那儿干活, 有工钱, 怎么样? 杨大炮一听有工钱, 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了, 直到杨大炮来说, 钱就是雪中送炭啊, 只要有了钱, 就能回家了。 其实这伙人是铁道上的老鼠, 专门偷运煤车上的煤, 他们把长竹竿弄成钩状, 站在铁道两侧, 等列车驶过时, 用竹竿勾下车厢里的煤, 现在是冬季, 又是运煤高峰, 特别是发电用的焦煤, 抢手的黑, 他们一个个都红了眼, 人手不够, 他们就寻找那些乞丐, 或无家可归的人, 强暴他们白干活, 谁要是不想干, 拳打脚踢, 就像对待犯人一样。 杨大炮没有想到, 自己跳进了这样的火坑, 看着这群凶水恶煞, 只好先忍耐下来。 每天, 杨大炮的任务, 便是躲在铁道边上, 看到运煤车就走上前去, 用力把竹竿架在车厢上, 尽量多往下刮煤。 一辆运煤车, 经过十几个人的勾、刮, 车厢上高高雷起的煤, 全给削平了。 等到把煤带运回, 杨大炮便被锁进了那间小屋, 失去了自由。 这火人很狡猾, 不准杨大炮同另外几个被强迫干活的人说话, 而且将他们每人关一间小屋, 让他们没有机会商量逃跑。 杨大炮也知道逃不掉, 屋子里没有任何工具, 外面近是山, 没有催装, 连喊都是白搭。 眼看着吹姐一天天近了, 杨大炮却在这儿受这费罪。 每回看到那些回家过年的人妹, 乘着客车经过, 杨大炮泪如雨下。 而每到夜里, 他就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 在心里向赫尔琴赔着罪。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 杨大炮在毁黑中过了这个年。 这天是正月十五, 一大早, 杨大炮就被带到铁道边堆点, 身旁照例跟着三个监视的人, 晚上下过小雨, 空气冷清。 突然, 杨大炮看到铁道上走过了一个女人, 自北向南地走近, 那女人瘦得像竹竿, 穿着一身又脏又破的衣服, 一脸乌黑, 正吃力地迈着步子, 一边走, 一边不住地往四处张望。 等那女人走近, 杨大炮仔细一看, 差点惊呼起来, 这不就是赫尔琴吗? 刹那间, 杨大炮的心只颤抖, 心中又悔悔, 又愧疚, 这哪里像从前那个又胖又惊谁的赫尔琴呀? 尽管异常激动, 但杨大炮没有叫, 他知道, 虽然这伙人不抓女人, 但一叫, 赫尔琴必定给了自己遭殃, 于是他就强忍着。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火车的轰鸣声, 而此处铁路边上正好有一大片林子, 杨大炮知道机会来了。 前方来的果真是一辆运煤车, 进了, 进了, 左右两旁的十几个人, 一拥而上, 这时, 杨大炮突然扔下竹竿, 拼命追上赫尔琴, 抓住他的手, 便钻进了铁路边的林子里,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 等那伙人反应过来追上去, 哪里还寻得到他俩。 杨大炮带着赫尔琴跑到了安全地带, 一句话没有说, 抱着赫尔琴大哭了一场, 赫尔琴也哭, 哭完了就从口袋里掏出好些钱交给杨大炮, 这些钱全是他沿途乞讨所得呀。 杨大炮捅赫尔琴来到附近一个小坠, 他们先去报了警, 看着偷美的那伙人悉数落网后, 便迫不及待地买了票, 往家里赶, 他们好想好想回家呀。 回到家, 杨大炮才从亲友那里知道赫尔琴 为什么会出现在铁道上。 赫尔琴年前回家后, 积极地找了每一个邻居和亲人, 流着泪, 着急地比划, 但邻居和亲人们一点也悟不出他的意思, 更没想到几天后赫尔琴便失踪了。 邻居和亲友们都不知道赫尔琴去了哪里, 直到现在杨大炮回来说了他的经历, 大家这才明白赫尔琴那时候的意思是说丈夫走丢了, 想叫人帮忙找, 他见没有人明白自己的意思, 于是决定自己去找。 他沿着和杨大炮走过的火车道, 走了整整一个月, 终于奇迹般地遇上了杨大炮。 杨大炮回家后一直没有敢说, 这一切全源于他那最初的那个罪恶的念头。 想到这一次回家的路这么长, 他再也不敢起一点邪念了, 和临线的那个女人也断了来往, 从此将心思全放在赫尔琴身上, 他觉得他才是最值得自己去疼的那个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